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要跟我讲罪汉哦 也不要跟我讲女子高中生哦 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讲的主题 那就是男子高中生 就是高中生很多这样子 不是啦 还有上班族 那哪里不多啊 穿着西装的上班族 那哪里不多啊 日本很多啊 台湾还好 台湾比较少穿西装 不是那个啦 不会动的 不会动的上班族 就不会动的上班族 天啊 跟上班族没关系好不好 我们今天的重点 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是要讲那个自动贩卖机 日本的自动贩卖机 可以对比台湾的便利商店 嗯 或许会更多 因为便利商店 从很多很多年前的 那个杂货店 到现在便利商店 其实它的演变没有到那么大 嗯 虽然说小七的员工的 那个工作能力 变成十项全能了 但是 十项全能 对 但便利商店本身 没有改变那么大 嗯 可是自动贩卖机 是蛮有趣的 他们日本 他们把他们的工业技术 花了很多的精神 在自动贩卖机上面 嗯 就是把所有的精力 都投注在这个东西上面 对 有一种那种感觉 因为我们在查询资料的时候 就看到 有一些就是比较旧式 比较老式的自动贩卖机 嗯 它的制作厂 都是那种超级大厂 嗯 就是专门在做电器的 对 比如说像什么 有Shop的 Shop啊 然后 富士电机啊 这都是很大家的 那种做电器的 对对对 然后好像 他们好像够大家 就要来研发一下 自动贩卖机那种感觉 而且他们的自动贩卖机 我真的 如果以 就是想象来讲的话 我觉得那里面 根本就有人 哈哈 有 这种感觉 就像那个 自动检票口一样 对 那个贩卖机里面 一定坐着一个人 嗯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事情是 你没有办法想象 它可以用机器来完成的 它不是只是像我们 就常看到的 台湾的自动贩卖机 就是你只是投钱 然后就掉饮料出来而已 并没有这么简单 对对对 不过讲到 自动贩卖机 等一下我们再提的时候 我就提到的是 其实我在台湾有看到一些 蛮酷的自动贩卖机 可是我要讲的是 我们等一下介绍一些 比较旧的自动贩卖机的时候 请你先把你的时代 调回昭和时期 昭和时期就大概 三四十年 对对 三四十年 就是如果你是 大概二三十岁 或是十几岁的 小朋友的话呢 就是 你的父母 或是你的爷爷 年轻的时代 大概是父母年轻的时候啦 父母年轻 那如果说你是 三十几岁 有可能是爷爷年轻啊 嘿 的时候这样子 好 反正总之呢 就是许多年前的日本 街头上面就出现一些 很神奇的自动贩卖机 在当时是非常的先进 对 我现在看我也觉得好厉害喔 我还是想不通 它到底怎么弄的这样 对啊 而且当时都已经这么先进了 你可以想到 现在的自动贩卖机 又有多先进嘛 好 那我们要讲到的是 为什么就是 日本的自动贩卖机 会这么多 你有没有考虑过 应该是当时 没有那么多便利商店吧 也是有可能 但是就是还是要让大家可以 就是随时随地买到 想要买的东西 对啊 而且他也是那个 24小时不休息的 哦 对 因为不用 说不定真的有一个人在里面 他在轮班 对啦 其实基本上是 不用人在里面啦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找到的文章里面呢 他提到说 日本他自动贩卖机 会广为流传 这个这件事情呢 是大概在1962年代 其实也没那么久啊 嗯 1962年到现在 40年 40年 50年 是50年 50年左右 其实在半个世纪前 这样子 那他是在美国的一些 很大型的饮料公司 我猜会不是可口可乐 我觉得应该是可口可乐 对 虽然他这里没有特别写 不过就是 那个时候呢 他引进日本的 就是以前可能 日本还没有自动贩卖机 这个概念 或许吧 嗯 那 呃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 关于就是一些 呃 当年的记载 或者是一些考试剧呢 我们是参考网路上 看到的某一篇文章 你是专门在做 自动贩卖机的公司 的介绍 对 因为他是专门在做 自动贩卖机的公司 然后他里面还有一个 自动贩卖机研究家 然后 这一个叫野村先生 嗯 然后他讲的事情 嗯 那相关的文章 我们也会放在就是 这一集的那个留言栏里面 嗯 大家也可以就是 去看一下这样子 嗯 好 那为什么日本 会有那么多的 自动贩卖机呢 其实有一种说法是 那个日本是 自动贩卖机天国 呵 也就是说 到处都有 对 各式各样 然后很厉害的 自动贩卖机 嗯 好 呃 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呢 呃 他们其实 现在发现说 那个自动贩卖机 至少有500种以上 嗯 然后呢 这边介绍的是一些就是 比较有冲击性的自动贩卖机 就是你看到你会觉得 哇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东西 让你耳目一新 嗯 那首先呢 在自动贩卖机的世界里面呢 我觉得最神奇的 我一开始觉得 最令人压抑的 就是他可以端出一碗 热热的面 就是很像县煮给你的那一种 嗯 他不是只是帮你泡好而已 他不是泡哦 对 他有时候不是泡面哦 他是真的面 就是那个面条的面 那像这样的自动贩卖机 其实在日本偶尔还是可以 现在还是可以 就是还是有流传到现在 还没有就是完全被淘汰掉 嗯 现在还是可以看到一点点啦 嗯 但是呢 他就是对他们来讲 就是比较那种怀旧情怀的 就是比较旧式的 他可能也没有新的畸形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像最最明显的就是 有一种自动贩卖机 他出来的时候是一碗热热面 那你知道他怎么煮的吗 就是他在煮的时候啊 他并不是说就是 呃 一团冷冻的东西掉到碗里面 然后就这样子好了 他是呃 正常来讲煮面的时候 会用面下去煮 煮 烫过 烫过对不对 然后起来你还要把那个热水甩干 嗯 甩干之后倒到碗里面 然后再加高汤 再放上料 然后端出来给你 嗯 他在机器里面就完成了这件事情 他就很完整 很认真的煮了这一碗面 对 你不觉得在那个狭窄机器里面 有一个人可以这么认真 帮你煮了这碗面 我觉得实在太生气了 我就是觉得里面有一个人 一个机器那么小才 怎么躲进去 里面有一个那个 阿伯在帮你煮 我觉得超级强的这样子 嗯 然后而且我觉得 就是我小时候觉得 自动贩卖机找钱也蛮厉害的 哦 小时候吧 对 因为我自己都不会找钱 应该是小时候会觉得 哇 他怎么就是知道要找多少钱 他怎么会算啊 之类的 所以觉得还蛮强的 那其实啊 这些自动贩卖机 你看很久以前 你会觉得说 有必要吗 那是因为现在我们的 尤其是台湾的便利商店 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现在又有什么XXEAT之类的 对对对 然后负的什么什么的 对对 所以呢 会让大家觉得说 好像没有这个必要 可是你要想 很久很久以前的 不要说日本 台湾也是一样 可能没有那么多自动贩卖机 到晚上也没有那么多店有开 对 像干嘛店也是 就是晚上就关门了 对 那当你晚上的时候 想要来一碗热腾腾的面 嗯 或者是想要来一碗饮料的时候 你要去哪里买呢 嗯 没地方买 而且 饿着肚子睡觉 而且日本的商店 关门的时间通常比较早 嗯 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店 大概晚上都营业到10点吧 嗯 差不多差不多 但是日本啊 大概8点关门很正常 嗯 8 9点就关门了 所以8 9点过后 什么都没有了 嗯 你要什么就买不到 你如果需要一点小东西 有时候药局也没开 甚至有便利商店 也是晚上10点就关门了 嗯 那你那时候要怎么办 所以他们那时候 研发自动翻门机 有一定的道理 嗯 再加上他们真的是 很有科技的强国的概念 科技始终来自于 人性这句话 真的是日本人 真的 而且他们那个时候的 那个时候吗 因为日本本来就是 这种技术 就是很强大 很先进啊 嗯 他们那时候就是 把他们所能想到的事情 想要塞进那台机器的东西 他们都塞进去了 嗯 我觉得他们都算做到了 就是他们做得到 对他们做得到 嗯 在那个10年代 你看4 50年前 就可以做出这些事情很厉害 那当然现在啊 已经越来越演变的 越来越方便了 嗯 比如说以前可能是投钱的 嗯 现在可能是变成 对刷卡就可以过 那个电子钱包也可以 对 这个机能上的改良 我相信是 呃 大家可以 比较可以理解的 嗯 比如说以前就是白饮料 现在可能是用看板 甚至还会是动画的 就是那个一金一幕 对一金一幕去换的 这个可能是有的 嗯 但是我们特别想要介绍的 就是那些特别的 就是日本的贩卖机 比较旧式的 就是在那个年代 你还无法想象的 对 没有错 而且呢 自动贩卖机 对于日本人来讲 他们比较有趣的是 但也是一个话题性啦 对 对对对 啊现在最新的东西 又卖了什么东西 对对对 真的 或是自动贩卖机 有什么新的品项 大家经过的时候会说 诶 那个日文叫 Nidomiya 就是看个两次 第一次经过没减 第二次再 嗯 傻眼一下 看第二脸 那你会想要回眸 回眸再看一次的 没错 那比如说有一些 什么样很特别的 旧式的贩卖机呢 嗯 比如说像是 刚刚讲到那个 拉面那种贩卖机 有没有 拉面 或者是 无动 无龙面 或者巧卖面 而且这三十几款 还只是其中的 几款而已 对 可是啊就是 我觉得都还蛮有趣的啦 像第三十名 是 呃 算是 玩具的 玩具贩卖机 可是它最酷的地方是 它的玩具呢 是有可能是盗版的 嗯 而且它就是 因为它只有 只要有100到300块而已嘛 嗯 所以就是有时候 会掉出很奇怪的玩具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真的是 就是一个无视制作权的社会啊 对啊 无视制作权的社会 80年代 就是像其实我们小说 也会玩那种就是 其实是盗版的 安阿彪 或者是那种小玩 小塑胶玩偶那种 嗯 对对对 以前很多盗版的 对 还有以前的那个 什么像衣服上面 然后会印什么 Hello Kitty 什么之类的 其实有一些都盗版的 对对对 然后它这个里面 就是卖那种小玩具 嗯 现在应该是 听说还有耶 在那个 那个关东 北关东区 还有大概十几台有 就是还有这样子的东西 可是应该不能卖盗版的了吧 这有点 就是涉及违法了 不过这有时候 是怀旧风啊 或许他们会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吧 是不知道现在还卖什么 灰色地带 当年是卖 可能有盗版的东西 这样子 好 然后呢 呃 现在不是有那个 1000元的那种 水选物贩卖机吗 我不知道你们买过 就是1000块 然后会掉出一个 莫名其妙的盒子 然后里面 可能有好东西 有烂东西 哦 弥合那一种 对大概就是这个的 自动贩卖机的 演化版吧 我觉得 可是这个是看得到的啊 你知道你要买什么东西啊 就是 看不到啊 掉出来会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 其实也是盲盒啊 对啦 是以前的盲盒 对对对 原来日本在这么早 就有盲盒这东西了 然后另外一个啊 就是他有卖那种 类似我们现在 那个泡面贩卖机 可是他没有泡好 他就是 呃 什么都有卖那种 一碗一碗 类似我们现在在便利商店 可以买到什么 呃 豆芽汤啊 线泡汤包那一种 对对对 海带汤啊 然后那个什么 味噌汤啊 味噌汤啊 蛤蟆汤啊 之类的这样子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把它 自己泡成汤这样子 因为热水肿 还是可以准备嘛 嗯 它会比较简单一点这样子 然后最好笑是 这种机器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 他不知道为什么 它掉下来之后 应该想说 它呢 就是你头前头完之后 它的盖子会打开 门可以打开 然后你自己拿 嗯 它不是掉下来 它是你自己拿 嗯 然后但是呢 这个门呢 在八秒之后 它就关起了 它没有时间这样 你拿太多 所以你要动作快一点 它有点蛮紧张的 就像在领钱一样 对对对 你不拿起来 它就会吸回去 它就不见了哦 然后还有就是 我觉得像什么 保险套贩卖机 那种都还算是蛮普通的 对对对 有些地方可能还看到 比较好笑的是 有那个就是 小黄叔贩卖机 小黄叔 对 然后他就说呢 就是小黄叔这种东西 有些人就不敢去 店里面买 嗯 然后就趁夜深人静的时候买 可是没想到 按那个小黄叔贩卖机的时候 嗶嗶声太大声 或是掉下来的声音 卡卡的声音 对就觉得很丢脸这样子 就是还是会被听到 对 可是我觉得现在人 好像没这个问题 现在人就小黄叔 就随便的把它书店里面 好像很少人会因为 买小黄叔觉得 好像有点丢脸 或者是其实你可以上网订 哦 上网订也可以 可是你知道 有那种买上网订 那个情趣用品 或小黄叔 然后就在盒子上面写嘛 那个真的是 超级无敌宇宙尴尬的 到底是干嘛 好羞耻哦 所有人都知道 你订了小黄叔 对啊 然后还有像是 比如说口 手套贩卖机 我为什么刚刚讲错 就是因为 手套贩卖机 就是它其实可能是 卖在工地现场附近 他们施工是一定要戴手套 所以就是可以随便买 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有口罩贩卖机 其实就是那个 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嘛 你希望到处都可以买得到 可是你总不能一直 派一个人在那边 卖这个东西给你 所以24小时都买得到 就是贩卖机这样子 那同理可证呢 也有电池贩卖机 超级难想象 因为我们现在就觉得 电池就去便利商店买就好了 对 在还没有便利商店的时候 你有可能要去干嘛店买 而且你知道 它这个放在哪里吗 它是放在 电池贩卖机是放在那种 家电用品店的门口 就是你都要买电池 就没按 然后像我们看到的这台 是那个国际牌的电池 好怀念哦 现在看不到这个东西了 好怀念哦 以前我们家第一台电视 就是国际牌的 干电池贩卖机 那这电池总是 电池就不会用这种干电池 我记得小时候这种 国际牌的干电池 都是用来放遥控器的 哦 对 还蛮令人滑 因为好像比较不会露那个 露意的 哦 对对对 然后其他比如说 就是泡面贩卖机 或是泡饭贩卖机 日本有一种日清的那个 泡面 泡面 它是一样的盒子 但里面是饭 你是放热水下去 就会出现类似饭 或者是 它不到粥那么浓稠 就是饭 可是我觉得泡面贩卖机 或者泡饭贩卖机 很好笑 因为它就是帮你倒热水而已 可是我觉得蛮厉害的是 你想想看哦 它那个一个盒子 是这样放好的 对不对 所以它要帮你倒热水之间 它需要先帮你把盖子撕开 虽然说日本的泡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日本泡 日本的泡面啊 跟台湾泡面不一样 是台湾的泡面 几乎所有的泡面 都是面跟料分开的 就一小包一小包 就是它的调味包 是另外包的 对 但是日本的那个 日清系列的泡面 它们基本上面跟料 是放在一起的 泡面也是一样 对你就是打开加热水 然后就可以吃了 然后它这个泡面 我觉得厉害的地方是 你看它虽然说 打开就可以直接吃 可是它还是要把你 把盖子撕开 然后再倒热水 对我刚刚在跟收达考 因为它这个上面 有那个示意图 然后我就想说 如果这个贩卖机 它我们有时候 自己撕盖子 不是也会撕失败吗 对啊撕不开 比如说撕掉一条 或者是没有全部撕开 但是机器也不知道 它撕开了没有吧 应该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 监测的方式 应该没有 对监测A拉的状况这样 那没有的话 它就很开心的 还是继续倒热水 所以你就会拿到一碗 就是上面湿湿的 热热烫烫烫的 但是没有任何水 进去你的料的泡面 不知道会不会有 这种状况就是 应该比较少啦 他们出厂前 应该测试过很多的事了 对我想像他们会做 这种泡面贩卖机 成功率应该是 量率应该是挺高的 对就觉得 这个还蛮厉害的 然后其他还有像是 那个香烟自动贩卖机 台湾好像很少看到 因为会有法规的问题 对 但是日本 日本现在还有 日本还有 而且你知道日本怎么 就是管控这个吗 其实后来酒也是一样 就是他们的那个ID 就是类似那种 身份证类的东西 他们虽然没有 特别有那种 身份证制度 可是他们比如说 有驾照或什么的 他们有一些东西 是可以感应的 然后早在十多年前的 日本就有这样子 就是你会必须要 拿你的那个 合法证件 去给它扫 反正它就是有个方法 可以判断 你是不是成年人 然后才让你买烟或酒 但是台湾好像 比较没有 因为台湾通常都是 干嘛店或是雜货 或是那个 便利商店买 对啊 然后在日本 你在便利商店买酒 他也会就是 跳出一个视窗 问你是不是满18岁 你要点那个 他才会帮你结账 对啊 谁不满18呢 你上网看到 你满18岁了没有 你一定是点有的啊 但是这个机器 真的骗不了 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当年 在日本的时候 因为我会喝一点酒嘛 有时候晚上 就是要走到便利商店 或者走到超市 有点雨 而且到时候 很快就关门了 很早就关门 那我住的地方 附近就有一台 有两三台 那个卖啤酒的贩卖机 那时候我记得 好像朝日啊 那些都有卖这样 我每次经过 我都觉得很想买 就有一天晚上 我就真的很想买 我就走路出去 然后就走到贩卖机前面 试图要买的时候 发现他要我赶印个什么卡 可是我也没有驾照 也没有什么 我好像在日本 唯一有效证件 应该是我的那个 在留证 拘留证 拘留证 对就是因为我是留学生嘛 所以我拿到留学签 啊我拘留证 啊那张卡 好像不能证明什么 因为他好像 对那张卡没有反应 对然后我就看到 那张机器就觉得好难过 明明啤酒在我眼前 我却买不到它这样子 对所以它还是有一些 反反极致存在 虽然当年我已经满18了啦 对啊对啊 但是就是没有 他们所谓的那种 有效证件 对没错 然后呢其他像是 刚刚有讲到 就是那个 那个泡面机嘛 然后他就 最前面的提到 就是那个面 他是可以就是 现煮 现煮给你的 他那个面条 都不是那种 很卷很卷的那种泡面 而且他不是冷冻面 最厉害的是 他是生面 他说是生面 对然后生面 他现煮完 还会在那边 切搭 切搭是什么 就立干 立干 然后再加了汤 加了料再出来 我觉得很猛的 其实这外面看起来 真的蛮厉害 我觉得很猛的是 有的还有上面 还有天妇罗 对对对 天妇罗 它可能是一块完整 放下去 它才开始稍微变软 所以你如果 赶快吃的话 还是脆的 然后其他 像是可能会 有那个便当 而且那便当 厉害的是呢 它那个便当上来 它并不是 我们有看到 这里面有两种机器 有一种机器是 便当一盒 就是饭一盒 然后料一盒 调理包一盒 料理包把你加热好了 那你自己要把 那个便当的盖子打开 把调理包倒进去 这样吃 这我觉得 好像可以理解 而且不是那么难做 就是加热调理包而已 另外一种更强的是 它出来已经是 一盘的咖喱饭了 一盒倒好了 而且那个咖喱 是准确的倒在饭上面 而且没有 而且它不是 直接倒在饭上面 它还帮你分了一半 对对对 就是倒了一半的咖喱 你还可以看到 有点白饭的部分 就是刚好倒一半 就算了 旁边还有放姜哦 真的很厉害 里面真的有做一个 小老头吧我觉得 对我觉得 里面应该是有人吧 好辛苦 我二十小时 都要做在里面 好然后其他的呢 就是像是 比如说洋芋片的贩卖机 而且这洋芋片 贩卖机只卖一种口味 对对 只卖一种口味的洋芋片 对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专门那一家的洋芋片 你有在那个 电影院里面 看过那个 棒棒糖贩卖机吗 哦好像有 可是现在好像没有了 以前比较有 你知道那棒棒糖 的贩卖机 它有点赌博性质吗 哦我不知道 就是你投进去 理论上 假设投十块 是一根的话 它会有一个灯 跳 然后如果中的话 会掉两根 或掉三根 哦 那以前好像蛮多 现在好像比较少了 对现在蛮少的 然后还有像 其实日本的贩卖机 也是一样 他们那个饮料机 以前会有抽奖 有抽奖的 有那个什么对奖 就是它会跑一跑 你中奖了 然后再来一罐 它就再掉一罐 对那个机制也很好 我以前去的时候 还有现在去好像 很少看到那个东西 现在就是比较先进一点 不是只是那个 跑跑跑 跑跑跑的那一种 那我要讲 我曾经就是为了 想要中那个奖 连投的三瓶 三瓶的机率有点低 不是 然后都没中 想也是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要买那么多饮料 我只是觉得 那个机器很好玩 在当时真的很有趣 我可能把它当 Pachingo 十几年前 真的很有趣 我可能把它当 Pachingo 十几年前 都还没有智慧型手机 当然对那时候 学生来讲 是很新鲜的事情 我没有用自动 翻面机碗 太适舍就不错了 好 然后还有那个爆米花 我们看这个 第十九名 是爆米花自动翻卖机 我觉得这应该是 放在电影院前面吧 有可能 而且我们还特别看到 爆米花自动翻卖机 有两种很酷的 一种是 就是很常见 就是你看你去买爆米花的时候 你跟影院的那个 公读生讲你要爆米花 他不是就下去 就是挖一大勺的爆米花 放在盒子里面 要给你吗 然后所以他有一种就是 他那个机器里面 会保温那个爆米花 然后你要买的时候 他就装好给你 这样子 就在机器里面 装好给你 另外一种是 你跟他点了之后 听说他在里面现爆的 对啊 我觉得超强的 就有点像是 你去便利商店里 买一包自己现爆 那种感觉 但是这个机器 帮你弄到好 那已经很好吃 应该是现爆的吗 对啊对啊 可是我现爆完以后 到底要怎么 好像也没问题 奶油先拌好就好了 不是啊 就是像便利商店 一整包的啊 他只是帮你加热而已啊 但是他还是倒在盒子里 给 就是那种爆米花杯 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以前美式的 美国电影里面 就是会有条纹的那个 对对对爆米花杯 还是放在那种爆米花杯 里面给你 我觉得好厉害哦 而且这种机器 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 对 的确啊 就是不然 就是隐层就买得到 现在都是柜台 帮你弄到好 对对对 还有就是比如说 专卖口香糖的放卖机 它那个口香糖100块 一条100块 合理啊 好便宜哦 哪有还分过80的 真的吗 就是在那种药妆店 对对对 而且那很小条啊 那个Lotte的那个 讲出来了 讲出来了 对然后还有像是 呃 酒的贩卖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就是不是啤酒 是清酒那种的 清酒 它可能就是卖一杯给你 你按它一杯 好像按180ml 然后它就会 就是有一个杯子掉下来 然后会倒180ml的酒给你 然后那一杯250块日币 对那个 我以前有看过 可是我那时候 还太小不能喝酒 对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一些 比较新型的贩卖机的时候 也是有卖酒的 但是我觉得你想象 你可以想象 台湾其实有一种贩卖机 我觉得挺酷的 什么东西 卖水的 卖水的那里 它不是贩卖机 它就是 它就是卖水的 你投钱 然后那你拿一个罐子去 然后就可以装一大同水回家 对的确 那个只有在台湾有看到 对别的地方我没看过 然后日本 类似那样是卖米的 你投钱进去 它可以 你可以选你要多少的米 对对对 然后它可能 一台机器可能会有一种 或两种米这样子 这个还不厉害 我看过更厉害的是 它把你打米的 打米 对 就是你带的有壳的米去 要把它倒进去 就是脱骨鸡啊 对 就是脱骨鸡 你要说它是发贩机 也是啊 因为它没有人 而且你投钱 它才会作动啊 它不是要脱骨鸡吗 可是很厉害 它投钱可以作动 那就不用你们自己家 有那个脱骨鸡 你可以去那个贩卖机 不是啊 你家里有种米 应该都会有那个东西吧 我不知道 我觉得很厉害 买米就算了 可以帮你脱壳 怎么那么好笑 我不知道那个米糠 会不会还给我 就是 我可能会有 壳墙壁的需要 什么东西啊 就是你以前人 不是用米糠 我会拿去喂鸡 对啊 要拿回来 可以还我吗 不知道欸 其实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看过 我是以前有看过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压力 很生气了 对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瓶装饮料贩卖机 不知道现在小朋友 应该是没看过 就是那个 可口可乐的啦 直接讲了 可乐或者是分打 那个汽水瓶 然后是玻璃的 玻璃的 然后他旁边还会有 开瓶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 因为现在大部分 不会把玻璃瓶的 放在那个 自动贩卖机里面 买 因为还有瓶子回收的问题 然后通常就是 比如说我们如果去 饮料店 或者是去那种 比如说 打保龄球之类的 那种地方 店员会帮你这样 可是他那个 以前就是玻璃瓶 比较多的时候 玻璃瓶也是放在 那个机器里面买 就是再把它丢回去 没有你喝完 你可以再把它丢回去 丢回去吗 他旁边会有个东西 可以丢 对 然后还有其他像是 比如说一整台机器 都在卖能量饮料 而且只有一种 对 还有像是那个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汉堡自动贩卖机啊 汉堡其实就很像 就都是很像现在 你在Sever 买那个加热汉堡 那样的感觉吧 对对对 可是问题是有一个人 在里面把你加热好 再递出来给你耶 我觉得好厉害 我小时候觉得 这种失落好神奇哦 这个其实在台湾 就是根本没有机会看到耶 只在日本流行 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台湾一方面便利商店多 在台湾的早餐店超级多 也是啦 在还没有早餐店的时候 其实就是有早 在没有早餐店的 在没有便利商店之前啦 早餐店就也是有 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就算没有现在的 美而美千 也有那个 就是什么 豆浆油条那种的店 所以其实比较少会吃 他们吃这个 好像也不是吃早餐 就是可能是 吃点心或宵夜 那台湾那种 摊贩的文化又比较盛行 可是比较没有机会 用到这个东西 那你知道这些东西 多半会放在哪里吗 贩卖机 尤其是食物贩卖机 那个店比较少的地方 对 比如说像是 山区的休息站 如果你们有去过 就是日本 台湾也有 就是那种山上 比如说游客中心 有没有 现在台湾游客中心 都是小七啦 对 就是可能开闭商店 可是如果有些地方 他可能不太能 进出店员在那边 他就白起来 他贩卖机 卖一点热食 那个真的声音超级好 还有像是 高速公共休息站 也是蛮多的 然后还有就是像是 有一些学校的食堂 因为在营业时间外 或者是有些公司 很明显是比较黑形 不是 我就是说 呃 员工可能会待在公司 比较久一点的时间 然后食堂又不定都能营业的时候 他们也会引进这种自动贩卖机 对就可以让大家随时随地 都有热热的食物可以吃 还有 哪里 网咖 是哦 以前的网咖没有公餐的时候 食物是从自动贩卖机来的 所以啊 其实你如果要吃热腾腾的咖喱饭 或是面的时候 你是自己去按机器来的 是哦 因为不可能每个网咖都备有厨房 然后员工24小时 因为网咖通常是开24小时的 对对对 然后员工不可能常常有时间 那边整天那边煮饭给你吃 我还以为会像台湾的卡拉OK 那你可以随点随道什么的 这就是很累啊 那个员工要做到很晚啊 他就有last order的时间了 对 可是放在网咖那种地方 你就是随时你要吃 就自己出去按一下 跟你要去买一杯 在买那个咖啡机的咖啡是一样的意思 对 其实很常是放在网咖的 对 然后还有呢 像是 比如说 那个 这个我觉得走到时 对 那个烤吐司机 烤吐司机 很厉害哦 他真的会有那个烤吐司的那个纹度 焦焦的 然后中间我不知道夹什么 反正就是那个吐司的自动饭 那现在不是小七也有那个 帮你烤吐司吗 加热吐司 加热吐司 对 我觉得小七真的电源超强 还有时间烤吐司 真的 而且那个好危险 那个真的会烫伤的 对啊 然后但是 日本以前有发明这个烤吐司机 现在都没有了 我觉得没有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口感 其实已经算很厉害 可是他毕竟还是没有办法 像人工现做的 因为毕竟热的东西 他就会有蒸汽 然后可能会有 就是煮的时间的问题 所以他或许没有办法 像人手做的那么好吃 但是我觉得 已经是很厉害的一种发明了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或许可以再重复研究一下 我觉得自动贩卖机 我大胆预言 下一次的眼镜 就是在你自己家 我觉得人的家里面 会有食物制作机 那些配方啊材料 我们就直接买原料 有没有 然后投进去 他就自己做出来 对 然后我们再这样 我们只要按一下 然后他就自己做出 那样食物来 从粉开始做起之类的 这样 我觉得周有一天 3D列印食物机的时代 一定会来临 人类真的越来越懒 到时候就可以再看到 这些贩卖机了 在家里 因为3D列印 不管是在贩卖机里面做 还是在你按出来的做 那意思是一样的 家里的厨房里面 就有一台一台的自动贩卖机 对 3D列印机 然后在那个便利商店的里面 就有一台一台的 3D列印的自动贩卖机 哭了吧 我觉得一定会有 对 好懒哦 我看出来了 他这个吐司里面 他这个烤吐司机里面 对 是包吐司跟起司 好高级哦 看起来好好吃 然后这个很明显的 就是那种休息站 对 看照片就知道 就是很多种的 那个自动贩卖机 对对对 然后就是摆着 一张一张的椅子跟桌子 然后还有就是 我觉得这个也很酷 就是刹冰自动贩卖机 刹冰 而且它这个刹冰 并不是像我们 就是小时候买到 那个塑胶杯 里面塞紧紧的那种刹冰 要吃的时候 要铲很久的那种 不是哦 它是真的一个杯子 松松的 然后松松的 现刹刹冰上去 但是日本的刹冰 你可能会有点失望的 是台湾刹冰上面 有无数种料 你看是要红豆绿豆 还是要偶营仙草 还是要碗粿 三种冰 对对对 你要加任何东西都 就是甜点上面的东西 都有可能 但是日本的刹冰 基本上放淋糖浆而已 粉红色的糖浆是草莓 然后蓝色的糖浆 有可能是汽水 然后绿色的糖浆是哈密瓜 黄色的糖浆有可能是 柠檬 就这样 没了 就这样糖浆 然后我也看过白色的 但是因为不讨喜 白色是可比斯 对 就很像清冰 对 像这样子的刹冰呢 就是是日本人的记忆啦 如果你看过日剧 然后他们去逛庙会吃刹冰 大家就看到那种 很可爱的颜色的 对台湾人来讲真的没有说很好吃 因为它就是糖浆 但是如果你想吃冰的话 毕竟还是凉凉的一杯东西 说到吃冰 他们现在的那个卖冰的 那个自动贩卖机里面的冰都很厉害 漂亮的冰棒 或者是冰淇淋那种 有没有 可是那是那个冰本身厉害 那都不是现做的 对啦 我们讲求的是现做的这一种温度 温度 刹冰的温度 对 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刹冰很有趣 它是雀巢的 它是用雀巢的杯子吧 它是雀巢的机器吗 有可能也是雀巢的机器了 有可能 重点是它现刹出来 那个冰还是 怎么讲 你知道冰放了一下 它就会变成硬硬硬的 它会变结实 对对对 然后它这个是现刹 就是还是松松的这样子 对我觉得很厉害 还有呢 比如说像是 它有一种果汁机 是不知道为什么 它标榜它会喷水 喷 直接喷出来 喷出来的 然后它怎么做呢 它现在是用粉下去调的那个果汁 的味道 什么味道 它就是用粉下去调的果汁 的味道 它没有说 这不是真的是用粉的 它就说得味道 没有它就是用粉做的 它不是真的果汁啊 我知道啊 你不要讲那么清楚 明白嘛 我不行讲 然后它就是那个杯子 然后那个果汁会 噴到那个杯子里面 然后就得到一杯果汁 这样子 可是我跟你说 我上次 而且这一杯才十块钱日币而已 你讲的好便宜 不要对它 它真的是用粉做的好不好 人家没有讲 你不要这样子 就算它是 它是粉做的啊 就算大家都知道 也不要讲出来嘛 好吧 但是你知道吗 我前两天在那个 加勒福 嗯 你都看到 我看到了果汁机 你知道这果汁机 是现炸的流程之机吗 它会现炸给你看吗 对 你就看那个玻璃幕里面 就是一颗一颗的流程 然后滚滚滚到一个机器 你投下去以后 它就把那机器滚到一个地方 然后它有一个刀片 我把它切成两半 然后那两半就掉下去 然后炸汁 然后流下来 到那个杯子里面 然后重点是 那样一小杯 要150 好贵哦 这个10块 还是80 反正很贵啊 我觉得一小口而已 啊对 就80之类的 反正就像一小口而已 就是小的 那个纸杯那样子 大家知道吗 比纸杯再大一点点 但是绝对不到 你们认为的 中杯饮料 大概小杯饮料 再少一点的量 可是蛮厉害的 就你真的看到现在 那个视觉效果很厉害 对 我觉得视觉效果超强 这个某场程度来讲 跟当年的这个 喷水果汁机一样强 我真的觉得 当年的喷水果汁机 只要10块 你们觉得CP值很高 因为是粉泡的嘛 很坚持要讲 然后它的有 便当的这种饭卖机 除了就是卖那种 咖喱饭以外 竟然还可以卖猪排饭 还旁边附一罐小酱油 给你很厉害的 还有那个 就是酱菜之类的东西 对 就摆得很漂亮这样子 然后 我觉得 比如说像味噌汤的 贩卖机也是 蛮有他们日本的风味 它这个味噌汤 就只有讲 就是用粉泡 我觉得它一定是用粉泡的 不然还有一个人 在里面喇味噌吗 你可 让我想到两斤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怀念完过去的 贩卖机之后 我们想要聊一下 就是现在新型的 最厉害的贩卖机 它的标题是 哇哦 日本有趣的自动贩卖机 哇哦 对 哇哦 对 第一个我觉得超强 我好想要去哦 这个就算我 我不吃很会喝酒 但是我看到我也觉得很厉害 这么破梗了啦 好啦 没有啦 第一个是要讲 日本酒的自动贩卖机 但你以为 我们刚刚不是也有讲到 酒的自动贩卖机吧 它就一种 一种 这个大概我目测 大概有两百种吧 两百吗 差不多哦 没有 它其实它讲九十 对 视觉上有两百 就是很多种 然后它是怎么样的机制呢 它其实是因为日本 它这个酿造酒是非常有名的 然后它就在全国各地呢 都有很多的这样的酒类 尤其是特别有名的是在星系 星系是那个产米的 就是月光米 最有名的地方 然后它那里有一个站 叫做月后汤折 也是很有名 对 月是越来越快乐的月 星光山月的月 对 然后后面的后汤是就是 我们喝的汤的汤 热汤的汤 热汤的汤 然后折是三点水在一个尺 其实它就是沼折的折 比较简化字版 它是汉字 然后月后汤折这个站呢 本来就是观光圣地 因为它那里 你看有汤嘛 所以它其实那里有温泉 有滑雪场 而且那边是因为 星系的关系 他们把它营造成一个酒的 故乡的那种感觉 所以那边还会有就是 你可以泡到酒的温泉 就是那个温泉里面 可能有酒这样子 然后你会买到各式各样 跟酒有关 跟发酵取有关的 不同的那种东西 那在他们那个 星系站里面呢 就有一个观光测试呢 它里面摆了 这样子的一个自动翻版机 怎么样自动翻版机呢 目测起来大概有三排 三个横排 然后非常多 长长的一列 上面就全部都写了 各个酒造的名字 下面可能会有酒标 那你呢 一次呢 可以就是买 500块的set 会有五个硬币 那一个硬币呢 通常可以喝到一杯酒 那有些酒的价值比较高 可能需要两个硬币 也就是说 大概100块 至200块左右 你就可以拿到一小杯 算是试饮用的酒 这样子 那最有趣的是呢 它还会附上一个 就是 可以让你喝一杯酒的 一个杯子 小酒杯 小酒杯 对 然后呢 你就可以去品尝不同的酒 因为通常来讲 我们的一瓶酒 那么大一杯 除非 那个有开试饮给你 不然你很难去感受到 不同酒之间的差异 我觉得非常推荐 就是一定要去看看 那如果说 你没办法去到欣喜 我很推荐去那个地方 可是如果真的不能去的话 听说在东京的那个 JR的两国站 两国是一个车站的名字 两国站附近 也有一个商 就是店 好像东京商店里面 也有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可是据说 这边比较多啦 右后堂子站比较多一点 对比较大一点 对对比较大一点 然后真的是 我下次一定要去 然后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蛮有趣的 新形态的那个 贩卖机呢 是卖苹果的 只卖苹果 重点是 它不是只卖苹果 它是卖 切好而且没有变黄的苹果 而且它还附那蜂蜜给你耶 嗯 然后而且它每一袋 它都是切好 然后你就直接拿起来 就可以吃 大概是切成 一颗苹果 大概切成四片左右 然后也有剥皮跟不剥皮 两个选择 一份大概是200块日币左右 有些呢 附上蜂蜜 你也可以自己加上去 或者是 有可能会有其他的水果 但就看状况 那目前好像在日本 只有在雨田机场 伊丹机场 还有东京的池袋站跟银座站 还有大阪的板机 梅田站有看到 其实我自己是没有看过 这台机器啦 可是我觉得卖苹果好酷喔 而且如果你看到 你会去买吗 我不会啊 因为我 我不会特别想要 吃苹果 吃苹果 就是瓶子 平常也会吃水果 所以就不会特别想去贩卖机 可是你想 你如果自己住外面 又不用切 你就可以马上买一下 就有可能就会去买 有些人早餐或午餐 可能就是一颗苹果 你不觉得超方便 而且也不太贵啦 嗯 还算还好 而且重点是 它都把你切好 你都不用沾手 打开就可以吃了 对啊 很方便耶 嗯 真的很方便耶 就是台湾也可以发明一下 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 它不会变色耶 我很怕看到苹果变黄 可是其实它不影响 你的营养程度啊 可是会影响口感 你变黄以后 它有时候就会有一点 那种发酵味出来 对啊 就放它 真的放很久的话 对啊 真的放了一阵子啦 但问题是 就是它不会影响 你的身体 还是什么之类的 不要放太久 不要让它坏掉 其实都还是 可以吃的状态 而且你知道 我们这边的介绍 它有特别讲到说呢 它为什么可以防变色 是因为它们使用维他命C 去做防变色的处理 而且重点是 这一袋苹果 可以放11天耶 可能要冰吧 我觉得 因为那个机器 应该本身是有冰 也是啦 它不算是 它是放维他命C 维他命C 其实也是一种防腐剂 对 对 它本身就是一个防腐剂 而且你还可以摄取到 维他命C 很爽吧 天然的防腐剂 好棒哦 好想吃吃看哦 好吧 如果真的看到 就吃吃看吧 真的有机会 下一个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陷阱 要小心 对 下一个呢 是 高汤贩卖机 高汤贩卖机 大家可能会想到 一包一包的吧 对 但是它是用保特瓶装 有点像是我们那个 装酱油 可是它不是藕干 它不是黑罐子 它是透明的保特瓶 有点像是 那个装 那个 那个料理酒 那种感觉 红标米酒 对对对 重点是那个罐子里面 你还可以看到里面 有一根昆布 跟一只鱼干 插在里面 我觉得很好笑 然后啊 它上面就会写说 这个里面有放鱼干 跟昆布 然后它就是卖 那个高汤的 它就是已经把你熬好的高汤 连那个还插在里面 给你这样 然后味道听说 是很好喝 而且就是很有 不是很好喝啦 就是味道很棒 然后就跟料理很适合 也是拿来做火锅 一罐大概是700块左右 500毫700块 对 看东西可能有点不一样 然后是酱油贝斯的高汤 我为什么说 它是陷阱题呢 因为它摆的那个样子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 瓶装饮料 自动贩卖器的那个样子 然后虽然说 它上面也画了鱼啦 可是它的那个 达西两个字 是写评价名 然后虽然旁边 有写酱的两个字 可是懂中文的人 或许可能不会乱买 但不懂 不懂中文的外国人 万一把这个拿来喝一口 不知道会有多压抑 这什么饮料 感到很细 就是又咸 然后又干又甜美 这样子 没想到觉得 还不错喝 然后就把它喝完了 不行 那要洗肾的 不知道 说不定不咸 它若没有这样演 不会咸啊 没有 可是它单行 鱼干跟困部 它虽然有酱油贝斯 可是我应该还好啦 但也不会拿来喝 我觉得很厉害 如果看到想买 而且你知道它摆在哪里吗 我觉得这一定很好吃 它只有在全国各地的 那个三井 里帕克这样子的 停车场前面 才会摆这样的机器 好厉害 我好想看看 好想买 我觉得拿来煮它 一定很好吃 可是它有放的鱼干 我们好像不能买回来 对啊 这可能就没办法带回来了 看照片真的是蛮奇妙的 里面真的会有鱼 鱼在里面 然后还有呢 像是 咖喱 但是我们刚刚前面不是讲说 昭和时期卖的咖喱 是办理领好的嘛 它这个咖喱就是 标准的咖喱包 就是真的还 还放在盒子里面 一盒一盒的咖喱包 然后就是你回去 要自己加热吃的 然后价格大概 从300到700块左右 那大家就觉得说 那这个我就去便利商店 买就好了 我后来理解到 它这个东西的重点在于 它是全国各地的 特殊当地口味的咖喱包 有可能是当地限定的 也就是说你去便利商店 不见买得到 对 你通常应该没有办法 而且如果你这一个品项没有 它下次再换上 又不一定同一个品项 所以你是咖喱狂的话 你可以把所有的咖喱包 都吃过一次 然后等到它换了以后 再吃一次这样子 就会有不同的口味的咖喱 我现在看到里面有18斤 怎么有18斤 你不知道18斤咖喱吗 我知道我知道 很辣很辣的咖喱 对啊 就是真的还蛮有趣 还有柠檬的耶 对啊 你要吃 你会想吃柠檬咖喱吗 不会 等一下 那你在高兴什么 我真的觉得很神奇 有这样的口味啊 好哦 就是各式各样的咖喱包啦 如果说有机会去日本旅游 然后你是住那个 Airbnb 或什么你有厨房 你可以加热 对 可以买汗汗 可是不是那么容易发现 如果真的要找的话 它在浅草 但你也可以买回来啊 那个是可以带回来的 不行哦 里面有猪肉成分都不行哦 自己要注意一下 如果是鸡肉就可以啊 其实也尽量 小心啦 就是看到时候的法规啦 因为毕竟我觉得 还是要尊重 没有 其实有一些里面 根本就没有肉 那你也不确定啊 所以你要先看清楚啊 当时台湾的那个猪肉 禁止输入的时候 是只要有猪肉成分 包括猪肉粉都不行 哦 对 猪油也不行 自己要小心这样子 好 然后还有一个 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 叫做硬张 自动贩卖机 硬张欸 这个在台湾 不可能有啦 因为台湾到处都是硬张店 也是啦 但是在日本 就是硬张 大家如果应该有看到 就是有一种硬张 是那种 放在架上 然后它可以转转转 就像我们去那个旅游观光区 会看到那个 硬币 硬币没有 是自己的名字的那种 钓饰有没有 然后你不是可以转转转去找吗 日本又有那种转转转 在大概文具店门口 然后会上面有 他们各式各样日本型 比如说山下 根本啊 加藤啊 佐藤之类的这样 这个自动贩卖机厉害的是 现科 对 它现科给你 它只要五分钟 就可以照你的需求帮你科咯 然后你科 只要五百块之一 有的人会想到 台湾的印装店 不也是这样吗 台湾有现科吗 有 也是五分钟就好了 好像没有到五分钟那么快啊 但是也是可以当天拿 我们公司订印章 都要给我两三天 我下次就去印章店科算了 好 然后反正它最有趣的是 因为像欧美社会啊 他们通常习惯用 签名的 就sign 但是日本人 蛮喜欢用印章 他们有一个印章文化 所以 蛮喜欢是他们规定 就是要用印章 所以说他们的必需品 是印章这东西 那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去 办什么东西 你又临时手上没有印章 他们又没有那么多 刻印店的时候 怎么办呢 然后你的信又超特别的 就是那个转转转的 那个上面找不到名字的时候 就可以到这个地方 去自己现科一个印章 定制 而且这印章呢 你就是可以直接打字嘛 然后你还可以选择 你要用什么材质去科 比如说 像台湾可能就会有什么 象牙啊 牛角啊 什么之类的 算那个可能不一定合法 然后或者是木头做的啊 然后塑胶做的之类的 塑胶的 对 但是呢 你还可以选它的那个字体 什么的 然后你都选啊 甚至你可以打英文 然后你也可以打那个 罗马拼之类的 就是你高兴怎么打 就怎么打 你打完 它只要能够对应的字 它就会现科立刻给你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这样的机器 你甚至可以刻一个 就是自己的纪念 做你纪念 对对对 那你要去拿来找到这个机器呢 请在他们日本 全国各地有名的 唐吉克的 有 就有看到过 唐吉克的就有这样机器 我不知道台湾唐吉克的有没有 可能没有 我不知道我没有机会去 所以不太确定 这样子 反正唐吉克的就有这样子的机器 然后以上呢 就是我们刚刚看完 那个怀旧的机器以后 就发现日本 其实有很多新潮的机器 就有更新的 对啊对啊 你有在台湾看过什么 很神奇很厉害的 这种贩卖机吗 好像没有 从来你刚刚说的那个水 那个是只有台湾看得到的那种 还有果汁啊 刚那个现榨果汁 那个我还没遇到啊 然后你可以想象 应该也会有现榨甘蔗鸡吧 还有现切凤梨鸡 我觉得现榨甘蔗鸡最厉害 它从削甘蔗开始 哦 削甘蔗好强哦 对啊 因为现消就氧化了哦 对啊 而且我每次看到那个 在削甘蔗的那个人 都觉得他好厉害哦 很利落 对啊 然后你想看 在贩卖机这么小的空间里面 他要站在里面 消真的是很困难 而且是甘蔗这么长 我一直觉得贩卖机里面有人 我到现在都这么觉得 有小精灵 还有什么很厉害的 这种贩卖机啊 台湾比较少 那你会有没有想要 希望有什么自动贩卖机 希望有什么自动贩卖机 可是好像都还好耶 因为现在真的太方便了 对啊 但是我之前有在日本 有看到比较特别的 就是还有那个卖衬衫的西装 西装的自动贩卖机哦 衬衫的 好酷哦 还有领带的 然后还有袜子的 领带可以理解 嗯 袜子我好像有看过 然后 还有我还有看过卖鲜花的耶 鲜花 嗯 就是一根一根的那种 我好像印象中 我有在台北 还是哪里看过 那个青菜自动贩卖机 啊好像有 就是 它已经包好一包一包的 然后你一点 它就 啪的掉一包 青菜下来给你这样子 嗯 我觉得那也挺方便 然后还有蛋糕自动贩卖机 我一直想它掉下来 应该会砸烂吧 不是啦 它不是真的掉下来啦 它好像好像是一格一格的吧 对 它就会转下来 你要去点 你要什么东西吧 它好像会 就是你要先定做 然后它就会放在那一格里面 没有 它有的是 就是像那种生乳卷那个 然后它就转下来 它就转下来给你拿 对 我那时候想说 哇它掉下来得了 会有一种 很有趣的感觉 就像杂派一样 我小时候第一次买到那种 就是 呃 贩卖机 然后杯装的那种咖啡 哦对对对 我好兴奋 对对 超神奇的 我就一直盯在那个 它就是拿一个纸杯出来 对 我就一直盯在那个 出水口 然后看它 你问它会不会倒出来外面 对对对 而且它会不会倒出来 就倒太满这样 多倒一点这样 就一直盯着那个看这样子 小时候看到就觉得超神奇的 对对对 贩卖机真的存在了 我们好多的梦想 好多就是回忆 现在来讲 有什么贩卖机 我觉得还蛮重要 我觉得还是口罩 口罩贩卖机 对 那是因为现在的必需品 对啊 我觉得慢慢再会变成一个习惯 然后在一些必要的地方 我觉得都应该要有口罩贩卖机 这也没什么困难的啊 你就是摆一个机器 卖口罩而已啊 困难的问题是成本啊 你说不值得那个成本 对啊 也说不定啦 因为台湾到处都有得卖啦 可是我觉得你如果在医疗院所 门口摆一台的话 一定超级卖 虽然说里面就有那个 那个药局有在卖 可是你想想看哦 现在不是不带就不能进去吗 所以你走进去就不能走进去了 那那就很方便 对啊 周边如果有药局可能是可以啦 可是我觉得如果那个门口有 类似卖面纸的概念 在卖那个口罩 面纸也是 对啊 但是图了面纸 我有想到一个 其实蛮方便的 就是那个卫生棉的 卫生棉不是以前都 就会放在那个各个厕所门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也蛮方便的 哦 就你有时候急着要的时候 你也不见得找得到 那个便利商店 对啊 但就是女孩子才会想到 就是哦 这个有需要的东西 对啊 就像以前台湾外面会卖那个卫生棘一样 而且以前的那个卫生棘后面都用那个星座的占卜 对对对对 好怀念哦 那也算是贩卖机的特色 对啊 还有像我个人刚刚讲到日本酒的自动贩卖机嘛 我好希望看到就是比如说威士忌的自动贩卖机 跟那个葡萄酒的自动贩卖机之类的 那个就是就是会像那个酒的酒类的方便机 这样它都会在限定的地方你才可以买得到 可是好嗨哦 如果有我想去试试看 因为我觉得去日本叫飲米比较 就是边喝边比较 相对之间有什么样不痒的感觉 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会觉得很划算啊 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你不见得就是你可以喝得了那么多东西嘛 但是你要想喝多种一点 就就还蛮适合自动贩卖机 其实我觉得各种就是会在临时之际会需要的东西都还蛮多 我曾经想过有一种自动贩卖机不错 可是事实上应该是有人做出来 可是我一直不了解它的机制 叫做行动电源自动贩卖机 行动电源 但是它有点像是iRent的概念 就是它并不是卖那个行动电源给你 它是你在锦席的时候 对你可以去那个自动贩卖机 对你抽出来就可以用 然后你抽完以后就把它塞进去 我忘记在哪个国家真的有耶 其实台湾好像也有 然后日本也有 可是我不太知道它怎么用 因为我现在跟你拿了 我不知道它我下一个点要还到哪里去 可是那就像WiFi机一样啊 哦也可能 或是Iron 假地界以地还 你就是要找到它的下一个点 然后去那附近还 对我觉得这个是对现在的人来讲 手机不离生 对还蛮重要 其实我觉得贩卖机 就真的是一个人性的考验 就是大家都需要 但是却没有办法雇一个专员在那边 而且在接下来这种自动化的时代 应该是越来越多 但是又很奇怪的是 有些贩卖机就越来越不见了 可能是因为运输的 成本考量 我还是觉得是成本考量啦 对对对 变得越来越方便了这样子 不过我上次也听过有一种说法 就是现在的人之所以生活会那么便利 是因为我们的运输成本相对低 也就是说我们要什么东西 东西就送到我们身上来 不是是我们耗费了很多的能源 在运输这件事情上面 但是如果以后就是运输变得越来越贵 比如说石油变贵了 或者是我们的替代能源 没有开发的很好的情况下 其实事实上来讲 东西应该是要用更简单的方式 就是存在在你身边 而不是送到你身边 对啦 对啦 因为毕竟外送的第一是一个市场 一个很发达的东西 可是总是要有人可以送啊 当人不能送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或许我们又回到以前 必须要考量说你身边 对有没有办法取得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可能又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自动贩卖机 我先讲我印象中 我最喜欢的自动贩卖机好了 就是各种各样都有 其实当然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最感动的 自动贩卖机 就是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去日本 然后我们会在自动贩卖机 我第一次在自动贩卖机里面 看到那个卖玉米农汤的 我第一次看到好冲击哦 它不是一杯哦 它就是那个类似像铁罐那样的 一个罐装的那个玉米农汤 因为我们其实卖罐装的东西不特别 可是罐装的东西卖热的也不特别 但是咸的玉米农汤 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而且重点是里面还真的有玉米 真的有玉米地 然后很好吃 然后它温温热热 想想看在很冷很冷的情况下 大概接近零度的日本的街头 然后两个找不到餐厅吃很可怜的人 然后冷得要死 发现那台机器 拿到一个那个罐头 我每次我都不愿意马上喝 因为还是烫 然后再来是边走边喝 也是有点不方便 我就会握着那个 然后甚至把它放在口袋里面 所以我每次喝到那个的时候 几乎都已经快冷掉 它几个很快就凉了 我已经把它的那个温度感受完了以后 我才去喝 可是我真的好喜欢那个味道 台湾一来是我很少在台湾看到那个玉米 玉米浓汤的那个这个饮料 那再来就是台湾自动饭机里面也出现这个 因为台湾很少有冬天冷成那样 台湾几乎没有热的饮料 就是自动饭卖机里面几乎没有热的 对但日本大概是一半一半 如果到冬天的时候 有时候一半一半 到冬天就会有了 夏天会比较少 对对对 其实我不爱喝热饮 可是真的在冬天看到那个东西 很需要 对觉得好温暖好温暖 就还不错这样子 对然后现在还有一些自动饭卖机 可能就是比如说在那个高铁站 或者是各个旅游景点 他可能买一些就是 那个地方的一些特色小物之类的 对都还蛮有趣的 我每次去日本的时候 我都很期待自动饭卖机 真的喔 因为我每次都觉得 我要挑什么营料我就觉得好期待 我觉得各式各样的自动饭卖机 而且我觉得自动饭卖机还有一点很厉害 对这个是我一开始就想讲 但是我一直忘记讲 就是自动饭卖机 它其实本身有防盗机制 你如果只是把东西摆在那边卖的话 有可能被抢吗 有可能一来是被抢 再来就是它也没办法保鲜 因为它没有保冷或保冰的功能 可是你既然把自动饭卖机设计出来 可能它运营成本比较高 毕竟要一直拆到电 但是你就把它锁好了 你一定投钱透过它的机制才拿出来 但我有听过有人蓄意在破坏自动贩卖机的 可是理论上它有一定程度的反倒机制 它不是拿了就可以走了 对就是我觉得这一点 我还有看到日本现在的最新型的自动贩卖机 它可以判断就是现在买饮料的人的什么年龄啊 性别啊 就不用像我刚刚讲的一样 就是你它去刷什么健保卡之类的 没有它只是就是要收集这些数据 就比如说哪个年龄层 男性还是女性喝什么饮料的比率 天眼啊 对它可以收集大数据 那我可以拒绝提供我的个人情报吗 那你把脸遮着啊 好像蛮有道理的 你就戴面具去买饮料 对对对 其实很多很有趣还有一些是 你边玩还可以跟这种贩卖机互动 对对对对 那可能提供一些新的讯息 或讲个笑话给你之类的 有哦有真的有 对就还蛮有趣的 就是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人性嘛 然后希望以后可以再遇到更多有趣的贩卖机 其实我们那时候在考虑说要做这一题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一想到贩卖机 我们第一个就想到日本 虽然台湾也很多 可是日本这种奇葩的贩卖机真的是 没有日本那么有趣 超级多很有趣 他们到底是多人 而且每周几步就有一个自动贩卖机 对啊是不是因为人性冷漠所以 人性冷漠 那这样讲起来有些国家应该更多 我不知道耶 就可能一开始在日本发展起来的时候 大家已经习惯这个东西的存在了 所以它就是慢慢的 就是已经深入到大家的生活当中 它也不容易被那么容易被淘汰 再加上可能有点实验精神啦 就是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能做呢 然后他们的技术力又可以去做这样的研发 那他们当时的时代背景 又有办法让他们去做这样的研发 他们才会做出一些就我们现在想起来觉得 好不可思议哦 你怎么想到要这样做的那种机器这样子 讲的比较好笑一点就有点浪费才能啦 对啊 你为什么会把时间花在这个上面的那种感觉 可是真的如果没有这些的话 或许现在很多自动化设备 我觉得那是自动化设备的先鞋 是啊是啊 对啊对啊 在那个那么小的机器可以塞一个人机 因为很坚持 然后就是那个饮料都用粉泡的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大概到这里啦 那今天的主题是稍微跟日本的一些小文化 跟小趣事有关系的内容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大概就到这边 我们会尽量在定期上传一些新的集数 然后找一些像这样蛮有趣啊 有用的话题这样子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主题 也欢迎按赞订阅或分享哦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